我是賴清德 我將帶領台灣繼續前進 但是國家要進步 除了穩健的領導者 也要有過半的國會 而蘇巧會就是其中關鍵的一項 除了讓世界看到台灣 也把鄉親的期待放在心上 樹林 英哥這裡 成為一個狼帶式的鐵道文化節 翻轉城鄉就是前瞻 在我做行政院長的時候 巧會就常常為了鄉親的權益 來向我爭取建設 找出那個瓶頸去打通 就像我們的樹林萬大縣的第二期 院長你是不是可以在這裡說 我會督導行政院 讓這個計畫加速進行 因為由巧會認真推動 我連續核定樹林捷運 山英大橋跟台65縣福州橋 扎道的經費 讓大家有更加方便的交通環境 拖延20年的樹林捷運 在巧會的推動之下正式動工 巧會爭取很久的捷運山英縣 也在2025年即將還工通車 我看到新莊、樹林、鷹哥正在全樹前進 這麼認真的立委 我們應該用選票給他最好的肯定 選擇認真做事的人 蘇巧會 2024是重要的一戰 要讓全世界知道 台灣是民主世界的關鍵力量 未來你可以很驕傲地說 新北持續進步 有你的一票 國會好表現 地方有成績 蘇巧會 在這裡